按贊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是的 回来就好了 我们很怕说有时候 主流异味的太快的时候 突然间原先大家 focus集中的这个标的没了 那信心完全就没有了 上礼拜四 突然来一个探权交易概念股 让原先的军工也好 除能也好 充电桩概念股也好 伺服器概念股全部都回 那回的过程里面 大家就突然间找不到信心 然后台积电又面临到一个 重要关卡保卫战 这台积电其实很简单 我们先跟各位讲到台积电 从台积电再来看电子股 再来看加权 再来看上柜 一气贺成 让各位看清楚一点 其实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很简单 各位看一下 这台积电 台积电它今天就是要来回测哪里 回测这个缺口 1月当时在1月30号有一个大缺口 也就是30号那个缺口 504是低点 这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然后它在3月1号也来回测一次504 然后在3月16号也来回测一次504 今天又再来回测504 就是那个很重要的缺口 那指标相对在低档区 指标相对在低档区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以扣底值的观念 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 它在明天会扣底这个位置 4天后会扣底这个位置 所以台积电要尽量努力往上爬 不然到时候扣底高的位阶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有效性的站上的话 很容易让季线会下弯 这个要稍微 但是指标还在低档 所以我说现在大家会 今天会量缩最主要原因就是 很多人看不懂 但是你这里要注意 它半年线已经快要交叉年线 所以台积电最近真的是 两股力量在拼 我是比较站在多方 我先跟各位讲 我比较站在多方的看待 你看完台积电以后 我们就来看二三类电子股 二三类电子股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它今天是回补哪里 今天它是回补上次这里有个缺口 这两个缺口都回补了 3月16号的向下缺口 和3月17号的向下缺口 我们当时把它当作说是 仪式导型向上缺口 今天它来回测这两个缺口 把它补满了 季线稍微失守没关系 只要重新站上去 这危机就解除了 毕竟它指标还在低档 同样的电子类股来讲 它的半年线即将穿越年线 所以我想说 为什么今天会这样说 因为形态上来看 有多的氛围 那也有短线上要看空的氛围 变成多空在这边拉锯 各位这样听清楚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或电子类股都是这样 还好今天尾盘的时候 电子类股有稍微回来一些 这是一个活种 那我们再来看加全指数 加全指数通通都一样 加全指数今天我守在季线 可是不可会言 它的半年线和年线 也即将黄金交叉 只是没有像电子和台积电 那么明显 同样的上柜 上柜因为它还在什么 还在季线之上 这是这一波最强的 这样子各位就很清楚了 强弱从看盘的顺序 我们就很清楚了 我说过了嘛 你要让原先主流能够回来 今天你看除能的 包含这个中心电 康书这些都滑成 这些都满强的 那你以AI部分来讲的话 伪创今天还创高 也都满强的 那充电装的到 我们的这个复华今天也蛮强的 那军工概念股包含之前跟各位讲的长龙 航太 包含雷虎 雷虎今天 那个氛围又回来了一些 所以当这些聚集人机的都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 观众朋友们 可能是各位第二次的机会 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像我这次演讲也有讲 没有这个拉回 你们是没有机会再买 一定要经过拉回 拉回会出现一些整理形态 整理形态都是蛮短的 当然你说我为什么还持续看多 最主要原因是我都看月K 月KD来看 加钱指数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来我们看一下月K 你们看到什么问题 月KD指标还是往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当然持续做多 那我在线上演讲会的同事 也有些观众朋友 有来问一些问题 我能够亲自回答 我都回答 他们也蛮认同我一个想法 你要能够做比较大波段的 真的从月K来看 然后我们从日K线来做一些调整 很多人讲高速低进 高速低进就是从日KD来做调整 就是你原先的单位你还在 有些股票可以这样买 你长线的单位是在的 可是你短线上 你可以借由日KD的往上勾上去 再买一些日KD来到高档 再卖一些 就是原持股还在 可是可以借由短线上的高速低进 把你的成本降低 这种做法是很棒的 这也是我这一次 在线上演讲会 有一些观众朋友有打电话进来 我可以亲自回答的我已经回答这个 他们说 长线上用月K做是很长没做 但是有时候波动怎么做 我借由现在这个节目再跟各位讲 借由日KD的黄金交叉和死亡交叉 来做短线上的高速低进 这OK的 但是长线还是要留着 那一样的我们这个每天也麻烦各位 你还没加入YouTube的你加入一下 Lite也是啊 这一次有好多观众朋友都借Lite 来看线上演讲会 你如果线上演讲会看完以后 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不用客气 你在Lite随时提问 我能够回答的我马上回答 这样好不好 唉 我其实我这一次我把这个吃饭的家伙 把我的趋势指标完全公开 怎么操作都讲 我真的希望对各位有些帮助 好 充电桩 我说今天充电桩也蛮强的 就是这个4565的这个 我们在两个礼拜前就讲这档股票 当时在 对不对 当时就说这档股票开始要上涨 表现还不差 盘忠也有讲这档股票 在两个礼拜的今天 他表现得蛮强的 然后利用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就涨了44% 这里面都有有目共睹 这股票不用多了 你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你抓到一档就够了 那这档整整涨了44% 从我们两个礼拜前讲到上个礼拜二就涨了44% 那当然他还是强势股 所以大盘不好的时候 他都还会怎么样 外资连续三天买超了 今天也算是蛮强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非常强 我觉得还蛮强的 但是甚至很多股票都打回月线 他还在周线这边做个整理 这算是强势表态 你看月KD的话 根本他 很清楚吗 这种走法 观众朋友们 有时候股票为什么要一直奋力往上 就完成人类一个梦想 以前我在 我在教课的时候有讲过 我都跟到这里 我难道不会想去挑战一次前高吗 这叫做历史高的挑战 因为它组了一个非常大的底部形态 我这样画给各位看你就知道 为什么有些股票会变得 好像你以前没看过那么强 这种感觉就跟我们解长龙航态是一样的 因为长龙航态我今天资料我没有准备来 但是一样的 你看长龙航态它也是一样 观众朋友们我上次很早以前我就讲前面高点 一百一十五宗就要过的 当时没有人会相信 你看这一百一十五早就过了 那这几天只是拉回来做个整理形态而已 还算是蛮强的 那我们这几天有跟各位讲 长龙航态你要怎么看 要看这一个量 这一个量能很重要 为什么这一个量能我给各位看一下 投信大买对不对 这一个量能是投信大买 那你回到这个附近的话 你看它那一天 低点是一百零六 对不对 收在一一一点五 所以上礼拜五打到这个附近的时候 是不是回到它原先成本价了 它就缩缴上去 那今天最低一百零八 你看得很清楚 就是回到它的本钱附近的时候 它就会遇到一个抵抗 就开始往上做个拉抬 所以你知道这个投信买超的 这个成本价在哪里的时候 有打到这个低点的时候 你买就非常安全 对不对 所以昨天星期五买 或今天有打下来买 都是正确的 因为已经来到投信 你看那天投信大买一千两百七十七张 最低是一百零六 对不对 那收在一一一一点五 对不对 那今天还是收在他们买的之上 就代表说这个整理还没结束 这就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整个为什么我对于五四六的负花 还是那么看好 它除了是本身 它是属于这个Chop GT概念股 属于这个 我们所谓的IT概念股 AI概念股以外 本身它又是什么 充电桩 电动车电池铜铝牌 充电桩概念股 它有两个题材 那它历史于伪讯集团 伪讯已经涨了将近快百分之百了 它的毛利率又创了五年来新高 所以有拉回来 事实上就有买盘会介入 对不对 你同样的再看一下 这档股票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次 这叫平安 平安就是等于说记忆体里面完全被低估了 那我们再给各位看一次 这在4月11号当时说明的 对不对 我说它的现金质地高达7.7% 股价还偏低 这当时讲的 涨了一波 那今天为什么 我要拿平安给各位看 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里的量已经出来了 比上次的量要大 那量价不可能会同时到顶 所以它有机会怎么样 有机会挑战前高 因为周K线出现了双 双阳包音的多头格局 3月份已经收至月增50.47 年增0.81 那你要想 一家公司你要怎么看 以平安来看的话 它去年的毛利率攀升到18.12 前一年是11.13 你不要只看说上扬6.69个百分点 它原先的基数是11.43 你想如果你从11.43 你多了6.69 你是多了58.5% 这毛利率增加的幅度将近六成 所以它在去年很阿萨利 配了两块四 你配两块四的一个架构下 你这样一比较就知道了 各位观众们 你这样一比较就知道了 如果跟十全比较 十全几乎没赚 头细买了一大堆 配一块钱 现金之地只有1.36 微钢 业绩也没有平安好 对不对 股价也是七十几块 这两档都是它的倍数 它配的也很阿萨利 配两块四 不管是去年的获利 或者配的现金股利 都比他们多 股价确实最低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这是一档被委屈的一档个股 被委屈的一档个股 你再看一次 这从周K线来看就很清楚了 它的量已经过了前高了 量过价币过 这种sense各位一定要有 它基本上就要挑战 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而且这里出现两根红K棒 包着一个阴K棒 双阳所阴 未来就是挑战前高 这基础分析很简单 这是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 同样今天我们还有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上次有说要涨 休息一阵子的 又开始拉了就要联誉 联誉是工业电脑的一档股票 基本上今天又开始又转强了 大家特别特别 真的这种股票 整理完以后继续在供的股票 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是联誉整个的这个基本面 它是在IPC产业里面 在AIoT这个起飞的 缺料缓解以后会走一个很大的一个旺季的 三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月K线也大抵王城 所以各位看2482的联誉 今天一下子就又拉到掌停板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日线上的走法 它就是沿着月线 其实强势股就是有这种 这种氛围你知道吗 它就是会一直沿着月线 它不跌破 那你再看它的月KD来讲的话 也没有任何破绽 观众朋友们 我放大一点给你看 一样的道理 像这种股票就怎样 你有机会再接近一次前高的股票 你就是要再挑战一次前高 那不然干嘛那么辛苦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再看一次 我们再给各位看一次 看一下联誉 他之前的前高在这个位阶 那么辛苦的 走得这么一招来讲的话 所谓目的在干嘛 又重新打了一个底部 就是要挑战前高 我为什么常在用月KD 来跟各位做报告 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之所以有那么大力气 往上做一个拉抬 就是要让之前 曾经有当过王宝川的这些人 能够开心一次 股票市场上本身是这样 你今年是一个大多数的格局 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往上攻 就是要再创一次 再造一次超越巅峰 这股票很简单 你看到有些股票 他奋力的往上拉 虽然有拉回 你从月K线看就很清楚 至于下个阶段怎么看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说 谢谢 联誉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因为它也是充电桩的概念股 这边写得很清楚 充电桩的概念股 所以我说今天回来了 那几个题材的都回来了 都有股票拉涨停板 那是大家最想要的 就是这种行情 我坦白讲 就是一个族群里面 有好几只掌停 一个族群里面 有好几只掌停 一个族群里面 有好几只掌停 这些族群都是 你不想买充电桩 你可以去买军工 你不想买军工 你可以去买除能的 你不想买除能的 那你还可以去买别的 就是等于就是 它一直在轮嘛 而不是只有一个 你像上礼拜四的时候 都就感觉就不对了嘛 马上又要遇到 台积电的这个法说 然后又遇到 突然间原主流 通通不见了 那怎么做 所以我必须跟各位讲 我为什么刚刚一开始 我说台积电 往上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因为像外资 还有一万三千多口的多单 它怎么会说 要去硬把台积电打下去 又让它多单完全赔钱 那脚好痛 会做这种事吗 我很少看到 那还有一些族群来讲的话 也是你们常常看到 我觉得都有机会在创高的 除了连语以外 你这个技嘉也要特别留意 因为它接近钱高 只差三块钱而已 我们93块就跟各位说了 然后94块8 要喷的时候也跟各位讲 这个你们都有在看 它当时做的比较表 技嘉111 滑晴149 其实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们就很清楚 对不对 我说你要特别注意 它随时都要准备挑战前高 你看一下滑晴 你看那时候149 你有没有觉得差好多 这叫滑晴 这叫技嘉 你有没有觉得差好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的比较分析 你回过头来看的话 你是不是 为什么常做比较表 给各位看 当时的技嘉是111块 你再怎么样 它今天又往上拉抬 接近钱高 只差三块钱而已 你就差了20几块 对不对 那你看当时的滑晴 你看得很清楚吗 149块的 然后一路这样下来 这就是比较分析 很重要的地方 那当然 投信外资有在买 一直创高过程里面 一定会有压回 那压回的时候 我们一样站在买房 买给你看 有压回就买给你看 117块 我直接说可以买 结果你看一下 93217.5的 最高的时候来到 138块5毛 报纸跟你讲 换季潮来了 最高来到138块5毛 对不对 那换季潮时候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技嘉 其实不止 今天技嘉 尾盘收得还更好 收到135块 那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外资是站在买房 那各位你也知道 我们的演讲会刚结束 那我有送给各位一些股票 你慢慢看 但是这张股票很棒 这个现行上 我是觉得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来 为什么 这是一个头肩底型 应该这样讲 这第一波拉回来 第二波 这刚好12345走个五波 这出现ABC的收链三角形 即将又要走另外一波 这很明显的又要走一波 这收链三角形结束完以后 要再走一波 那我跟各位这样讲 其实有时候 我们期待的是它能够拉回 就像新宇他上礼拜 突然间跟我讲一句 你们买商品的时候 都希望百货公司打折的时候去买 那股票真的有 低一点的时候 有比原来的买价又有打折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有时候 大家都 都撒住了 都不晓得做动作 这不对的 那我给各位一个诱运 你如果这一次你没有 没有听到 看到我们线上演讲会 其实我有很大的优惠 那如果说 你这几天有打电话来 有看到我们线上演讲会 你还在犹豫还在思考的 我一样 虽然线上演讲会结束了 我一样给你最低的门槛 你一通电话来 立即跟上操作 这有报名专线 一通电话来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类似这种股票 我觉得就是 让你进来有一个 最好的一个标的 那这个标的 基本而言来讲的话 怎么样 就是打底完以后 做一个整理形态 这在技术分析来讲 讲说真的很棒 为什么 观众们你来看一下 打底完 拉回来 未来还会这样走的 你看这里 有没有 打底完未来会这样走的 那你再过来看 一模一样的 打底完 未来会这样走的 未来会这样继续走的 你就跟着一起来 一通电话 立即跟上操作 电话要拨通 好不好 比照线上演讲会 最低的门槛 我知道有些人 你可能 因为我办线上演讲会 刚好是妈祖去出巡 我知道 台湾有很多 观众朋友们 你都很虔诚 你如果说 你来不及看 线上演讲会 也没有关系 你看我节目那么久 我可以比照 线上演讲会 最低的门槛 那你跟着我操作 或者是你这一次 你也看完线上演讲会了 你也报名 你也看完了 你一直在犹豫的 没关系 你犹豫的这几天 我一样给你 最低的门槛 让你跟着 可以一起操作 这种底部形态 然后又经过整理形态 即将要突破的股票 那你同样的 观众朋友们 还没有加入我YouTube的 请麻烦各位加入 订阅 按赞 分享出去 LINE一样 你既然有来线上报名的 你也看完 我们的线上演讲会了 如果还有任何股票上的问题 我们已经有联系了 对不对 你赶快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做洽询 因为今天你看到那个氛围 图老师说 原先的主流又回来了 那又回来了 你要不要把你手上的股票 来做个替换 假设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会动的 那我跟你讲 这个主流又回来了 你要不要做一些替换 有需要的话 一样 借由Lite Hat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私讯 我第一时间一定会跟各位 做详细的说明 说真的 看到四大族群又回来了 又出现这种底部形态的 头肩底型的个股 经过上涨一段 亮缩来回测 出现收链三角形即将突破了 它是未来主流中的主流 我再次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如果来不及参加 我们线上演讲会的 或者已经参加线上演讲会 你还在思考的 没有关系 我一样比照线上演讲会 最低的门槛 一通电话 让各位能够立即的 跟着我一起操作 这个行情会越来越好 记得一通电话 立即跟我们操作 谢谢